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他们尝试踩着金发妹的充气海豚往上爬 结果试了两次就把海豚给踩破了 没有支撑的点 大家为了不沉下去 需要不停的踩水 过了一会儿 金发妹突然尖叫一声并喊着 有什么东西碰到我的脚了 但立刻潜入水中查看 好像什么都没有 于是告诉大家不用担心 如果有鲨鱼 我们用脚踢走它 众人觉得很可笑 并开始责怪单 身为船主竟然忘记放梯子 怎么会犯这么严重的低级错误呢 这时失去海豚的金发妹踩水踩得抽筋呢 之前还嘲笑爱马的救生衣 现在知道救生衣好了吧 金发妹试图抢夺爱马的救生衣 却被杰克制止了 见到金发妹情绪非常激动 安娜就教给金发妹一种不用踩水也能漂浮的方法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扎克的手机响了 扎克的外套刚好被风吹到了边缘 扎克纵身一跃 扯下了外套 大家对着手机呼喊着救命 对方却什么都听不到 没一会儿手机就进水坏掉了 就在大家陷入绝望的时候 原住过来一艘游艇 大家拼命挥手呼喊救命 由于游艇的发动机失意太吵 对方根本听不到 以为这群人只是单纯的打招呼 看着远去的游艇 大家无比绝望 而爱马更加绝望 因为他的女儿还躺在上面 接着在单的体力下 大家脱下了衣服绑在一起做绳索 绳索成功勾住了栏杆后 扎克开始往上爬 眼看就要爬上去的时候 衣服突然断开了 与此同时 杰克拿着小刀潜入船底 打算另辟吸尽 结果不小心撞到船底的螺旋桨 头骨瞬间就被撞破了 如果再不想办法自救 杰克就有生命危险了 于是扎克拿着小刀 狠狠地扎向游艇 打算扎一个洞爬上去 单不乐意了 急忙上来阻止 两人在抢刀的过程中 扎克的腹部被捅了一刀 鲜水瞬间染红了海水 看着鲜红的海水 惊发被很惊恐 他怕引来鲨鱼 便一个人游走了 最后体力不知 一点点沉入了海底 没多久 流血不止的扎克 也拧了便当 大家无能为力 只能松手 让扎克的尸体飘走 此时充满愧疚的丹 对大家坦白了 这艘游艇并不是他的 只是他租来的 他怕扎克把船搞坏了 陪不起 所以才阻止扎克的 不管丹如何道歉 死去的人终究不能复活 天渐渐暗地下来 海水的温度越来越低 安娜说到好冷 想去游一圈 说不定可以游到对岸 就这样 安娜也消失在了这片汪洋中 天已经黑了 并下起了雨 杰克因头部受伤 也停止了呼吸 痛苦的艾玛只能放开手 眼睁睁地看着杰克飘走 雨越下越大 海面也翻起了大浪 单看着泳镜 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用镜片扎向游体的缝隙 双手抓住镜片 让艾玛向上爬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艾玛终于爬上了游艇 艾玛放下梯子 便来到船舱看女儿 丹抓住梯子 犹豫了片刻 最终选择了放弃 艾玛将女儿哄得睡着后 不见丹上来 急忙出来查看 发现丹已经失去了知觉 此时父亲遇纳的画面 又闪现在眼前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艾玛果断地跳入了海水中 画面一转 丹虽然被艾玛捞起来了 但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但随着女儿的啼哭声 艾玛环顾着这片汪洋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电影 小伙伴们是不是想到了 恩多求救的方法 小悠觉得 当另外一艘游艇过来的时候 安娜朝那个游艇游过去 是不是有一次希望呢 总比她想游到对岸刻薄些吧 电影云娜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